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因全球冲突而导致的航空业巨变 英国航空公司宣布将于10月起 暂停从西斯洛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 维珍航空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而澳洲航空则取消了从悉尼飞往上海的航线 这不仅是疫情的后果 也是俄乌战争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的直接影响 随着许多航空公司重新规划航线 飞行时间变长 燃料成本激增 乘客需求却因中国经济放缓而大幅下降 这一切让航空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 我们还将分享巴特勒大学的最新消息 这所学校将就宿舍楼改造成精品酒店 成为校园内首家酒店 旨在解决周边住宿不足的问题 并为访问该校的客人提供全新体验 还有一个浪漫的故事 亚历克斯和奥拉在泰国的偶然相遇 经历了15年的分离后 再次联系 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爱情 这个故事不禁让人感慨命运的奇妙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航班纷纷取消的背后 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影响 随着全球冲突和地缘政治的变迁 航空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 英国电讯报最近报道 英国航空公司宣布 从10月起暂停从西斯洛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 直到2025年11月才可能恢复 而飞往香港的航班也减半 每日仅保留一班 维珍航空更是完全退出了中国市场 印度成为该公司最东边的目的地 澳洲航空也停止了从悉尼飞往上海的航班 现在只有联合航空一家美国航空公司仍然飞往北京 这些变化都源于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 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持续超过两年 俄罗斯在2022年禁止美国和欧洲航空公司飞越其领空 这使得航班不得不改道 选择更南边的土耳其和中亚国家 或更北边的北极航线 这些变化增加了飞行时间和燃料成本 严重影响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效率 根据电讯报报道 如果需求保持不变 这些额外成本或许还能被吸收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中美紧张关系加剧 以及香港的政治局势 使得前往中国的旅游需求大幅下降 欧洲和美国直飞中国的需求 分别下降到疫情前水平的60%和76% 澳洲航空也面临同样的困局 从悉尼飞往上海的航班 经常只有一半满员 最终促使航空公司取消了这条航线 英国航空公司在上个月 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 也抱怨中国的需求疲软 这一现象 尤其在英国政府取消游客 免税购物政策后显得更加明显 根据IAG的首席财务官 尼古拉斯·卡德伯里表示 英航母公司已经将用于 中国航线的波音777 787和空客A350转移到其他更有利润的目的地 这一系列决策使得英国旅客 前往北京的选择愈加有限 要模搭乘中国南方航空或中国国际航空 要模经由海湾地区 卡塔尔航空精多哈 阿联酋航空精迪拜 或阿提哈德航空精阿布扎比 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 不仅改变了前往中国的航线 也影响了其他地区 例如 由于加沙战争和以色列与黎巴嫩和伊朗的紧张局势 许多航空公司绕到中东飞行 英航和维珍大西洋已经重新规划了 飞往阿联酋和南亚的航线 不再穿越德国 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 而是选择飞越法国 意大利 希腊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旅客们不禁担心更多航线是否会因这些变化被取消 航空公司表示 暂时没有再进一步调整航班时间表的计划 但旅客们可能会发现 因飞行时间加长 转机时间变得更加紧张 尽管直飞服务的成本上升 经由海湾地区的航班目前仍能提供不错的优惠 这一切都反映了现代航空业面临的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 巴特勒大学的变革 从宿舍到精品酒店 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巴特勒大学的一座老宿舍楼正在经历一场令人兴奋的变革 根据雅虎新闻报道 这座已有70年历史的宿舍楼将被改建成希尔顿旗下的Curio Collection系列精品酒店 这将是巴特勒大学校园内的首家酒店 这家酒店拥有105间豪华客房 一家特色餐厅和会议空间 预计在2026至2027学年开业 大学校长詹姆斯·丹科表示 这项翻新计划将融入螺丝宿舍楼的现有结构 包括建筑的外立面和内部细节 如天花板横梁等 这一举措将解决校园附近住宿设施不足的问题 为毕业典礼和新生入学周末期间来访的客人提供便利 丹科说 我们附近真的没有酒店 所以这将是一家非常不错的酒店 恰好位于巴特勒大学的校园内 这家酒店的设计师希望创造一个早晨 可以作为咖啡店 晚上则变身为豪华餐厅的空间 螺丝宿舍楼曾是巴特勒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家 于2019年关闭 此后在疫情期间短暂作为学生的隔离建筑使用 疫情结束后 巴特勒大学最终决定将其翻新成酒店 而这一决定也得到了校友和投资者的支持 酒店开发公司Purpose Lodging 专门将为使用的历史建筑改造成精品酒店 他们与巴特勒大学接洽后 发现了这座老宿舍楼的潜力 芝加哥的酒店设计公司 Datis Group将负责设计这个项目 而整个酒店项目的总成本 估计在45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 资金将来自私人投资 这一番新计划也是巴特勒大学更大规模的 Gateway Project的一部分 旨在将校园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社区连接起来 意外的重逢 15年后的爱情故事 爱情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总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 根据CNN报道 亚利克斯、内尔克和奥拉、福斯马克在15年后重新联系上 这段爱情故事开始于2004年泰国的皮皮岛 他们在一个拥挤的酒吧里相遇 并在岛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亚利克斯来自德国 奥拉则是瑞典的一名工程学学生 他们在当晚结束时 甚至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但命运让亚利克斯错过了离开的渡轮 使得他们得以再度相遇并 互相交换了电子邮件地址 这对恋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保持联系 经常发电子邮件更新彼此的冒险经历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 亚利克斯回到伦敦 开始了新的恋情 而奥拉则在瑞典结婚生子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保持联系 但没有人真正期望 命运会再次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2020年 亚利克斯在Facebook上看到奥拉的生日信息 决定给他发一条祝贺信息 这一举动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感情 奥拉刚刚离婚 亚利克斯也单身 于是他们迅速开始频繁聊天 并在一个月后在柏林见面 这次重逢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当年的那种特别联系 并决定不再错过彼此 亚利克斯很快搬到了瑞典 与奥拉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生活 今天 亚利克斯经营着一家狗训练业务 奥拉是一名教师 他们在瑞典马尔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并庆祝了他们重新联系的四周年 我们的关系仍然感觉和2004年差不多 但更好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了解彼此 亚利克斯说 这些故事反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奇妙联系 在全球冲突和地缘政治压力下 航空业面临挑战 而在巴特勒大学 老宿舍楼的变革位校园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而亚利克斯与奥拉的故事则告诉我们 爱情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 重新点燃并带来新的幸福 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英国航空公司宣布将于10月起 暂停从西斯罗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 至少到2025年11月才会恢复 这家国企航空公司已经将飞往香港的航班减半 仅保留每日一班 它并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航空公司 维珍航空将在10月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印度将成为这家曾经飞往悉尼的航空公司 最东面的目的地 澳洲航空也不再从悉尼飞往上海 现在只有一家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 仍然从美国飞往北京 此外 数十家欧洲航空公司正在重新规划 飞往印度的航线绕到沙特阿拉伯 而不是走通常的伊朗路线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 迫使航空公司做出艰难的决定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和平仍然遥遥无期 2022年 俄罗斯禁止美国和欧洲航空公司飞跃其领空 迫使欧洲和海外航空公司 从欧洲出发的航班 选择更南边的土耳其和中亚国家 或更北边的北极航线来到达远东地区 这使得许多目的地的飞行时间增加了两个小时 并增加了燃料费用 航空公司的最大单项开支和员工成本 如果需求没有下降 欧洲航空公司可能还能吸收这些额外成本 然而中国经济放缓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香港的政治镇压 导致前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旅行需求 大幅下降 从欧洲到中国的航线乘客数量 仅达到疫情前水平的60% 根据A4A数据 今年美国直飞中国的需求 比2019年下降了76% 澳大利亚的情况也一样 从悉尼飞往上海的澳航班机 经常只有一半满员 促使航空公司取消了这条航线 该航空公司唯一的中国航线是悉尼到香港 从中国出发的航班更是空荡荡的 出境旅游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由于英国政府决定取消对游客的免税购物政策 前往英国的旅行 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 在上个月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 英航母公司IAG的首席财务官尼古拉斯 卡德波里抱怨中国的需求疲软 欧洲航空公司最终在削减损失 将曾经用于中国航线的波音777 787和空客A350 转移到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目的地 这对于那些在今年1月 还将中国是为增长市场的领先航空公司来说 是一次急转弯 英航在去年重新开通西斯罗到北京的航班时 称其位 最重要的航线之一 并在今年早些时候 开始招聘会说普通话的机组人员 英航仍然每天飞往上海 英航的这一举动 使得英国旅客前往北京 有三个主要选择 要么直接搭乘中国南方航空 或中国国际航空 这两家公司仍然每天从西斯罗飞往北京 中国航空公司仍然被允许飞越俄罗斯 并在夏季增加了16%的欧洲航班 达到14835班次 要么经由海湾地区 卡塔尔航空经多哈 阿联酋航空经迪拜 或阿提哈德航空经阿布扎比 或者可以搭乘英航到香港或上海 再转成国内航班 冲突也导致了其他航线的变化 许多航空公司因为加沙战争 和以色列与黎巴嫩和伊朗的紧张局势 绕到中东 自从哈马斯领袖伊斯梅尔 哈尼耶在7月于德黑兰被暗杀后 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的担忧增加 德黑兰已经告诉国际航空公司 避开伊朗领空 英航 维珍大西洋和其他欧洲航空公司 已经重新规划了飞往阿联酋和南亚的航线 例如从希斯罗飞往印度的航班 不再穿越德国 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 而是飞越法国 意大利 希腊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 在向东飞越阿拉伯海 乘客们担心是否会有更多航线被取消 航空公司表示 由于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 暂时没有计划进一步调整航班时间表 但旅客可能会发现 由于更长的飞行时间 希斯罗和其他欧洲枢纽的转机时间 变得更紧张 一些人担心 飞往亚洲的票价可能会上涨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即使直飞服务的成本上升 经由海湾地区的航班 仍然会有不错的优惠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导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